好 我們來回答一下同學的問題 那不好意思這位同學我沒有注意到你的信 所以隔了一段久的時間來回答 那希望還來得及好 我們來看一下這位同學提到的問題 實際上他想問的問題就是說 我們常常講我們的天字第一號的假設 是這一個 等於0共機寫好 他可以imply後面的這兩件事情 所以呢同學問說 covariance ux不等於0 是不是就告訴我們說這個等於0就不會成立 那 對沒有錯就是這個樣子 所以呢你就會知道說 這個是最強的假設他imply底下的事情 可是如果被imply出來的事情不成立 那當然這個就跟著不成立 然後造成的事情是說 你要記得我們的這個beta1 hit 什麼時候會conversion probability到beta1 我們只需要這件事情就好 所以呢當然當他不成立 這些跟著不成立的時候 你也都不會有這件事情 對所以你這邊在確認的事情是沒有錯的 就是這樣子 這些internal validity的問題 比如說你有這個內生性 比如說你有這個 obmitted variable bias 其實也是有內生性的意思 這樣子 那你就不會有這件事情 沒有這件事情 那當然你就跟著沒有這件事情 好 再來第二個部分的話是問說 這邊的clt要怎麼應用 那我們就看稍微複習一下clt 那你就記得一件事情 我們就回到上學期的統計學 然後看一個iid的這個random sample 然後我們現在說他是 母體均數是mu1 母體均數是s2 好所以我們做一件事情 現在主角是x bar對不對 注意哦 不是x自己 是x bar 那這x bar當然就是n分之1sumation i從1到nx3 對不對 他才是我們的主角 那他自己是不是有一個 母體均數和母體變異數 還會是mu 但是母體變異數是n分之s2 對不對 記得這件事情 把它做為一個隨機變數 當作主角 扣掉他的母體均數 除以他的母體變異數的根號 這個是對這個隨機變數做標準化的動作 對不對 我們說他會converging distribution到normal01 那當然這個寫法 你把它寫成這樣也可以嘛 對不對 我把這個根號n分到分子去 這個根號s2寫成sigma OK 這應該沒有問題 然後你又知道一件事情 我們這個sigma 你把它 你這邊成一個 那好像說這有一個 如果有某個隨機變數follownormal01 比如說就叫做z好了 zfollownormal01 那你就知道sigmaz會follownormal0s2 對不對 所以呢 這個東西 你把這個sigma2搬到右邊去的話 實際上他是不是就follow這個樣子 這個normal distribution with0 mean 然後sigma2的variance 好 所以記錄這個長相 我們看一下上面這個式子 這式子要怎麼看呢 首先呢你看到這種根號n分之1 你都要很 常想起來 一件事情就是你把它有理化嘛 對不對 那這個東西會變什麼 上面變成n 上面呢 根號n嘛 所以根號n分之1 當然就是n分之根號n 所以 在這裡 你把它寫下來的時候 這行就是上面這一行 你把它寫下來的時候呢 你這個根號n分之1 你如果沒辦法一時腦袋轉過來 你就把它寫成n分之根號n 那這裡有summation對不對 所以這時候你就要想到這件事情 這個東西好像就是把裡面的東西 取一個平均數嘛對不對 那你把這個看成xi就好 當然這個xi實際上你知道它有0 mean 這個你必須驗證一下就知道 所以呢 這整個東西 是不是就被你寫成這個樣子 根號n乘上n分之1summation 這個xi 注意這個xi是我現在定義的 ui-u bar乘上zi-z bar 它有0 mean 我們把它扣掉0 所以是不是就下面這個形式 下面這個形式 跟我們這個形式 是不是一模一樣 所以呢 你是不是就知道 這個東西 它應該convergent distribution 有什麼 一個normal 0 然後variance呢 是 ui-u bar乘上zi-z bar 這個東西的variance 但實際上 你會知道一件事情 這個u bar應該要是0嘛對不對 那這個z bar呢 它是 對誰的 一致的估計式 是不是muzi Z自己的multi平均數 所以上面這個東西 實際上你會看到它怎麼寫 z muzi 在乘上u嘛對不對 ok 這裡的u和z都還是隨機變數 但是這個muzi是被誰 給convergent probability的估計呢 被muzi 呃 被這個z bar ok 好 那就是我們這邊怎麼apply CLT 希望你回答到你的問題